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 向多个行业保留实惠 提供财政援助 而支援雇主资深的保就业计划 第一批申请的雇主 将会提早在星期五开始收到资助 政府预计撥出810亿元 设立保就业计划 协助雇主资深 申请会在星期日截止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会前提到 已经收到14万8千份申请 占政府预计了5成5 当中有2万5千5百份已经处理好 雇主星期三会陆续收到通知 星期五开始收到款项 比预期早一个礼拜 雇主是不需要怕 提出申请政府的工资保贴 是会被污名化 因为这个是要大家共同努力 只要雇主或者企业 是经历过这段时间 但生意下跌出现了困难 如果没有政府的帮助 他真的可能要裁员的时候 我请他尽管提出申请 810亿元不是上限 他又提到政府会利用 第二轮的防疫抗疫基金 里面的100亿元应急款项 向多个行业保留实惠 包括超过10亿元支援4万多个 没有强积金户口的建造业长散工 又会支援未有申请政府 其他计划的洗衣业 职业介绍所 汽车维修业和洗碗工厂 而针对失业和就业不足人士的 现金援助 也会扩大到所有领取在职家庭津贴的人士 可以获发额外两个月的津贴 而领取学生资助的住户 也可获额外的4,640元 无需再申请 另外也会补贴工程顾问公司 聘请新毕业的工程师、建筑师、测量师 和规划和园景界的大学毕业生 数码港也会推出金融科技的相关职位 我本人司局长 以至到副局长和政助 在未来一年 也不会按照一个调整机制加薪 政治委任官员原本7月起会加薪2% 连同行会非官首议员都会动失 武士电视记者 《真使楠》报道 挥起来